谢谢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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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拜托 谢谢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立法委员罗志强 以及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会同当地的里长一起在新丰街进行扫街活动 许多民众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热情的民众也希望跟市长及立委罗志强一起拍照留念 用行动来支持谢国良 立委罗志强说一路扫街过来 可以感受到基隆民众对于谢国良的支持 看到民众对国良真的非常热情 而且都是很主动过来 所以我认为真的看得很感动 一个公道自在人心 我想国良这段时间 把自己全心全力复苏在基隆 然后勇敢守护基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意志跟勇气的展现 我是真的觉得基隆民众有看到 一路走来非常热情 对非常热情 感觉很棒 很棒很棒 来到新丰街 市长谢国良跟立委罗志强 也到福德公进行参拜 祈求基隆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现场新副理里长也带领志弓 来为市长加油打气 打二大 敌三娘 我们不终于大连 十月十三号 我真的拜过大家 真的这一口气 不是要帮谢国良出而已 法院已经帮他出四口气了 接下来看基隆人 要不要帮谢国良出去 要 要不要帮基隆人出去 最后我再额外讲一个小故事 跟各位讲 国良有多爱基隆 我跟各位讲 今天他就是因为太爱基隆 他今天犯了什么法 犯了什么罪 他犯的罪叫太爱基隆罪 这有没有这么爱基隆的市长 太爱基隆罪 他不是现在爱基隆 以前国良在当基隆的立委的时候 我在总统府当副秘书长 那时候国民党执政 那时候要盖一个 深奥电厂的谢梅码头 各位你知道是谁挡下来的吗 谁挡下来的 谢国良挡下来的 为我们基隆乡亲 守护我们的海洋 守护我们的环境 国良也来找我说 就跟我讲说 真的那地方不适合盖谢梅码头 最后呢 我们从善如流最后没有盖这个谢梅码头 一个多月会是艰困的一个多月 会是紧凑而非常残忍的一个多月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要来宣传我们不同意罢免的投票 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跟今天到来的罗志强委员一样 做国良跟基隆市政府的后盾 让我们把真相呈现出来 用市政跟好的成绩来服务 我们市民大众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罢免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说今天我很支持谢国良 我反对罢免 我正在家里睡觉 不是这样 你就出来睡了 他可能就被罢免 所以无论如何 一票吹一票 一票拉一票 10月13号 大家就出来 不是只为谢国良 为我们基隆拼一票好不好 好 大家谢谢 10月13号星期天 就要举行罢免案的投票 市长谢国良与蓝营立委 一步一脚印进行扫接 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民众 让民众了解 这次的选举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谢国良市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